铁子们,快来看呀,这是小号德凯奥特曼吗?就连德凯自己也无法接受现在的样子 话说赵颖博士开发的新武器,机神特拉菲扎终于到了实战演习的日子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变形怪兽加索特前来围观,直接成了机神的靶子 机神的首战就这样献给了加索特,加索特还没吃到瓜,就灰溜溜地直接逃命去了 机神特拉菲扎最终平安落地,大家也终于见到了他的真面目,副队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队长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逗大却已经迷上了机神特拉菲扎 高颖博士告诉大家,机神有人工智能自主操控,现在怪兽突然出现,直接由演习变成实战了 逃跑的加索特,飞进了一片卷动的浓雾之中 这时两位队长监测到,有小型台风突然出现,队长发布了一级指令 根据台风的走向,有可能会随时终止演习 正在信头上的招影,还不管这些,介绍起了机神特拉菲扎 他的动力来源是T2粒子 接着介绍他的武器,右臂的机械臂爪,内置伸缩装置 可以近中距离作战,躲避安装了T2光束炮 可以远距离打击,肩膀上还有T2大型冲击炮,现在还在调试中 上面运用了精英施救技术,是一击必杀的粒子炮 揍大这个小迷地控制不住的兴奋,就连楼门也被机神给迷得一愣一愣的 演习重新开始,这时总部监测到,台风马上就到达演习场地 与此同时演习现场,天气突变,乌云遮日,电闪雷鸣 突然天空伴随着电闪雷鸣,一只怪兽从天而降 就是雷霆罐鸟,莱巴萨,同也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单人只能随机应变,但是招影博士却信誓旦旦,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随着一声令下,特拉菲扎启动后,上前准备迎战 很快莱巴萨和特拉菲扎扭打在一起 此时队长发现,莱巴萨的目标就是特拉菲扎 怪兽也不能容忍别的怪兽出现,正在战斗的特拉菲扎 此时却出于下风,正受到莱巴萨的连续攻击 特拉菲扎被莱巴萨的双翅牢牢地钳制住 全部人员开始撤离现场,莱巴萨释放黄色闪电攻击特拉菲扎 特拉菲扎也太弱了吧,就这样倒下去了 莱巴萨骄傲,他赢了,挥动翅膀飞走了 此时天空出现了更多的怪鸟,一直在空中盘旋 还想再看热闹吗?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 现在只能给特拉菲扎更换有战斗经验的人工智能 就是哈乃次郎,说干就干,大家开始准备 自然开始了奔跑比赛,怪鸟似乎看懂了他们的意图 冲下来开始阻拦,除巴萨先上来拦截揍大 被钉紧脱不开身子揍大,只好把哈乃二转给了龙门 龙门又转给了童野,童野带跑一阵后晕头转向 又转给了招颖博士,刚松一口气的揍大被除巴萨抓住 被带飞到了空中,揍大眼看越飞越高 现在才开始担心会被摔死,于是拿出了变身器 德凯闪亮醒,除巴萨又开始了行动 小号德凯奋勇向前,你们继续跑吧,这里交给我 除巴萨开始围攻,三人继续朝特拉菲扎而去 此时小号德凯却难敌除巴萨们的轮番攻击 被击倒在地,小号德凯力量太弱,毫无还击之力 危机关头只听一声枪响,龙门出现在小号德凯面前 于是有了这历史性的一幕 关键时刻人类也能拯救奥特曼 于是三人协同作战,就在招影博士快要跑到特拉菲扎身边之际 除巴萨扑了过来,德凯见状直接变身成奇迹形 召唤出了德凯传送门,直接将招影博士传送进了特拉菲扎体内 招影博士将哈纳2换上,除巴萨的尸体就这样被淋在大雨中 龙门和铜也双枪齐发,又一只除巴萨倒下了 莱巴萨从天而降前来报仇 与此同时哈纳2连接成功 特拉菲扎出了上去,不停地发射光线攻击莱巴萨 莱巴萨不停地躲闪,特拉菲扎紧追不舍 此时特拉菲扎粒子浓度减少至60% 哈纳2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发射了神奇的一炮 郑重莱巴萨,好漂亮的大烟花 特拉菲扎接着用右臂,一下将莱巴萨从空中直接摁到地上 关键时刻特拉菲扎又又又卡壳了 启动了过热保护系统 莱巴萨本想抓住这个机会 小号德凯赶来一下变成了大号 先是给了莱巴萨一箭 接着直接刷了三张卡 直接穿透莱巴萨的身体 莱巴萨被消灭 德凯这个造型帅气吗 反正是把赵颖博士给惹烦了 美味しいとこ持ってきますね